人家好看,要探头,要腰线,挺胸,我够了这个 你带娃娃和韩国在修整完再回来,还不够那个药钱跟刀钱 就整冲了这儿卖钱,我东南卖钱,你还不成事 这节目很好啊,你看时间请假了,什么好法呢 我比你大几岁,我能讲课,我电台竞争相课 现在不讲了,没礼拜五在那儿采访我讲 有人听我的课,我说啊,出一句啊,最早下课,我刚说什么 像郭德纲,李德纲,他们说说,大家就是乐,就是减压 现在不同,有的相声,像投入的观众,我都听了760回来 为什么还听啊,就是心想,看你哪一句,哪一段怎么使的 包括我这主事,这马先生出什么心头了,再来,他有影 你要被减压,这个很好减压,乐了就得了 我最怀疑男方的,搞笑啊,他妈搞笑,什么玩意儿 咱们那个钻子吃饭,你包着一混乱都念了,吃完饭,一遍都乐了 谁听像,像是一种艺术,像话之像,声音之声 包括我给那小子唱的,我都讲的,你们一听,马七小子都得像 不像我就不给你笑了,包括歌啊,拉人片啊,京剧也许,我都给你唱 不像后的人,让人让人跟狗叫在里,乐了,都管什么呢 这我心想,又有人听说了,说你这像,人别的像有快牌,有评书啊,还有三种像,你都没有啊 这些人不知道,要论起他们这些东西,哪个团也不成二班过的,快牌过的事儿,每人都会成快牌 就是这个,主要的啊,评书,我说句大话,组织也在这儿呢,是吧 不承认,我稍微说的就是评书,你说这三国,水国,好带的,是短打的,工资长,我一人咋不懂,你公一下啊 我生不开牌,有人说短的,评书,说是这个,单管架上,你更有大人在,单管十天,今天我们就选择给爱听了 有段快牌,你都想不到谁唱了,天真段子都好,这个段子啊,叫三打百五斤 那时候这有什么呢,你就不知道了,这有原因,三打百五斤这个段子是毛主席老人家最爱听的 想当年呢,拍了电影儿,《少年戏》就叫这名儿 其实我们北方京都唱的三大公斤多了,李半春那条风,没想,人家南方一唱这《少年戏》就现在《少年戏》的爸爸,不是现在这个孩子 这孩子就在那时候,四十多岁了,他唱电影儿这个,他父亲 拍完之后呢,没得没料啊,《华人堂》啊,各位主席啊,看节目,刘主席啊,周主席啊,毛主席,看 就看着三打百五斤,这一放,老人家坐沙发,眼睛一跳,三打百五斤 我可不在场,我不在场,主席啊,主席看着,主席看见,不像咱们的,他一路,这包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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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人家不去 看完有说实,你看三打百五斤,他也爱看,他说都南方吗,那后国际都说南方吗 主席说,怎样,怎样,我又不懂,主席懂吗,主席看完这个,太好了,哎呀,太好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片,当时跟他们谈判,有一个人叫何乐晓夫,大家听懂吗? 图片,老头,何乐晓夫,不知道,还有不知道何乐晓夫的,何乐晓夫知道吗,去瞅 何乐晓夫就是王子殿村二孤 何乐晓夫是苏联的领导啊,历史上,毛主席定他是修正主席说 他,主席接见他,主席,我还记得这个镜头呢,主席游泳呢,穿个睡衣,何乐晓夫说 真的,穿睡衣,何乐晓夫说 那意思,我会说苏联话,能不能冲着我啊,咱中苏这个,不斗了 好了,冲着你吧,要不冲着你,斗五千年,冲着你呢,咱们再斗五百年 就这话,因为他心里没弹,因为何乐晓夫的政策是那个什么呢,土豆干的肉,做一首诗 那我还记得去,天亮,一层大地起风雷,对我精深白骨堆 根本你还不无掌,就是 生蜜蜂有我精,生蜜蜂是好教育 妖为外媚必成灾,金猴奋举七十八,欲成秋万里来 今日欢出孙大胜,是人,妖妖冲,来 好 那两种玩家,不赚钱 谁唱呢,丁家恒小学生,给那志诚诚演的一段,快板三大 来,我给你,杀好了 好 我都要睡了 不知道为什么说唱快板,能扯得后了小肚 还念了首诗 念诗也不加钱,你念他了 也确实是,马其老黑捅不过你那么大四个人了 还这个,一条瘸腿 也确实是,可能这个区域的这个,你们好 那个,人家怎么客气 别走啊 好,不呢 这个,确实是,马其老师呢,也是这个,腿脚不太那么零便 这个,确实瘸,这个,就上台瘸这么一会儿 好带好呢 好带好呢 然后我一下来自个儿就打着炫不退了,你看 铁蒙卡,自个儿都行 这个,今天给您唱这个,三大百五斤 是,很长时间没唱过这个,快板了 同时长不算啊 这个,说这个,快板输,很长时间都没唱 而且呢,又是刚开场,对吧 还有这个,陆陆续续呢,还有人在往里进 不过呢,没关系 主要呢,这个,我主要在上台负责抛砖隐喻的这么一个作品 对不对 主要是负责这个,抛砖隐喻的这么一个作品 就是唱一段这个,快板,对吧 换一个不同的艺术形式 刚才马其老师也说了,这个,三大百五斤呢,什么戏都演 什么京剧啊,什么这个,这个五声戏 闹,这个热闹 哎,所以今天呢,给您查评一段,拿快板 这种艺术形式,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大百五斤 当然了,刚才说了一年多,没动过快板了 这个,所以说呢,手法有一点点生疏 刚才上台之前呢,也是一直紧张 提到赫罗晓夫更紧张 提赫罗晓夫再提出,这个,说到毛鲁些了 我比较害怕 之后呢,上台,所以说这个,就有点这个,语无论次啊 没事儿了,这个,反正呢,也特别有票,对吧 就是我待会儿,这个,唱着唱着哪儿,比如说,板掉啦 对吧,网词啦,扣开啦,对吧 对吧,唱着下去啦,这都别管了 尿裤子吧 尿裤子不是这样 这个,咸咸少叙吧 给您唱这段李派的代表作品,三大百股丁 希望各位喜欢,屈裤子给您鞠躬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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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9不动 带换那声 多亏你唐僧心思手软 把孙悟空 告恩花工闹担死伸 草丁 子 今天你自投萝博的里面 西 唐僧 唐僧啊 这回量你难逃生 所有给我拿下了手 逃生他这已经抬头卡 按之不见那 如来不相辨行动 正是那 兴妖作怪诡计多多的白骨精 这要凶神恶煞的 把令下这么重妖精 这手不拉过来的窝蜂 他们有这个先把这唐僧 给拿出猪八戒杀僧 耳人树手袖 君弃堂平白骨精 洋洋得意 呵呵的笑 他开口叫了圣老郎精 拉拉 你快点去 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堂僧肉 抖回来 赏你块骨头尝尝分心 是 老郎精 大一声独带漫 在这跑出了洞外衣柳风 这不多时 就听见那小妖一声喊 包老大人到 白骨精急忙欠身离作坊外景 妈妈 做什么这事 妈妈 你都缺了大哥 天哪 老侧怎么办 妈妈 今天我请您来吃堂僧肉 祝愿妈妈 不老长生 说着话 她奔赴的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 可是卯又说 慢来 慢来 让我先见识见识 这个唐僧说着话 大手在唐僧面前 眯着眼看 这个人 看起来倒是很实诚 我问问你 你身旁徒弟有几个 他们都交十个名 这个唐僧说 身旁徒弟有几个 哎 这不才俩吗 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 指引他 一时连生三条面 被我赶回了话 我都生死连动 白骨精闻听啊 吼吼吼的笑 妈妈 这唐僧还在独立盟 这是女儿我师的一间戒 我这耍地凉 我这电灵行 我这灰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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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 妈妈 您忘了 这一家闻 这是我能 您要不信那女儿 再给您电梯 给他说着话 居然独切白骨精 见一个年轻的少女 面前战手 这上女不见辩论的老婆子 唐僧他 不但靠无呆心理性 这老婆子一阵狂 小妖子见了 在你面前 战着那 白发苍苍一遇老婆子 唐僧这是新明了 这三个人 都是白骨精 辩论的小妖精 他才蛮稳的 你连三次讲我骗 未免有点礼不够吧 什么 礼不够 我们的礼啊 就是要吃你的肉 肉 要吃你的肉 不耍手段 怎么能成 这金蝉老妖 李旁忙大话 我说唐僧 这些话 你清清没清清 你想赶我腰就没清晒 你是一想天 就做梦 唐僧他自知命难保 不由的想起了孙悟空 悟空啊 我不该错拿着腰就担好人 更不该把你赶回到华国高山水淹洞 事到如今后悔晚呐 是不是不管 顶空 大疼啊 轮雷是金蝉老妖 再败 一遇见他 跳上宝座 记录点 大只见 怪众消失面貌 正是那 大闹天宫的齐全大圣 孙悟空 只见他 头在了柳棱的罗帽 在了脑袋中 北朽飞龙 这么紫金 呼之的要点名 这么紫小红大红屁股 紧身不熬 我们能断 五匹战绳 围腰中 虽然在金大连航 套人中 准快车 登手 十几条 如如一轻轮往人的豪气冲天 拔着的未封高 本要回往蓝头 写放止损 白礼不轻 这个要点 哎呀 一生生活不好 冲销简单的 写不回征 孙悟空 一绑一绑 连一绑 一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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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一绑 一绑 三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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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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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白 前 众 六 二绑 五 一绑 五 一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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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 六 六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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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生罢了上用孙悟空 不方孔王 真虚晃 战指剑 正南正宫 正西正 北东南东 北西南西 北天强 保护多多 游游到处都是孙悟空 有的得 唐僧解生所 有的得 八戒 沙僧 宗了岗城 唐僧这时惊又邪 喊八戒 降沙僧 快快快快 帮助你们师兄打拥拳 沙僧这里武餐大 猪八戒 丁爬高高 孵在宫啊 这个狮子剑 胡保护镇 三毛烈狗 宗子惊 猪八戒 宗子惊 大昌龙一世家 都被消灭一扫瓶 白骨精 急忙逃出洞 门八 孙悟空 其容妖魔再逃生 喷喷喷喷 喷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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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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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喷喷喷 唐僧 喷 是 凶有快 河淹 玉瑟 雀 雅 宇空 零空 你不是回了花果山 你怎么又赶回这里打妖精 是否 我根本没回花果山 我是在这暗地里 保护 是不是 这点真情 断斗斗 先把金城导妖给大思瘤 变成他的无缘 劫咱斗斗了 唐僧说 千错万错是为师父的错 我活该,错了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连斗,是否这都是妖魔师的离间计,严险狡杀,把人称,要记住,人家不变境都快乐,真假不变,但活该死的去,悉仙度过有第三个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肚镜,唐僧点头书我说是,等试图死人继续赶攻往前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我眼睛睛看得清,有之妖精有生,悲众感争,斗鼓交锋,铁网在手,妖魔镜他, 他找一件真正的白肚镜,好,好 好 这位观众周内航,安安静静的听心上,我们不是那几空,观众听啥,爱乐,不是那,非常规矩,这那班的观众,可北京没这么啥,最好的,坐这儿我都带来,这是不给钱都来,确实规矩,懂心上有文化,不是静文吗,没想到广门哥,那个什么国家, 你真不会弄你,哈哈哈,哎呀,花蓝不说,丁大横送丁成四花蓝,爱有猫,爱有猫,爱有猫,小大猫,一人两花蓝,爱有猫,小大猫,一人两花蓝,爱有猫,小大猫一定是女的,我也没见过,天没见过 哈哈哈哈,才一人丁大横送十一花蓝,你等我送丁大横两花蓝,人家可以啊,说他为什么呢,反正我只有一保密小蓝,从来不说,让他说这好小段,让丁大横没力,咋你来 打招 能将李维先处理维员 到了 翻场招了 手的僵要不然 摇一摇 我刚才手打板僵的当时间 所以带着一条胳膊 这也是一柄 我听说有人治的方法是躺竹筒子 后来总算 对吧 管习惯 到了翻场之后了 翻转刚才唱的 确实是 快板僵的很长时间了 现在在唱 像三大百股丁这种 有这种高潮的 到后来 一句盯一句 确实气力有点跟不上 也是人不服老 就不行 有那么可乐吧 这某相比算什么呀 对吧 不过他们的乐 你好啊 有没有 哈哈哈 不知道吧 这个给您唱这么一个小段吧 这个算是这个翻场 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唱刚才这种啊 最为严肃捧牌合了肚子了 咱们唱点这个 这种英文你们都听不懂 所以说这个咱们唱点稍微松快点的啊 自然的叫大尼姑 这个希望您喜欢 离城时离我这笨正西 有这么一个小妙品稀奇 这是不住僧来不住道道 就是这么撒少尼 这个三个尼姑分老小 他是老的是师父 那个少的是狐狸 这么三个尼姑有法名起初 这个法名挺稀奇 大狐狸的名叫人人爱 二狐狸的名叫万人迷 这么就挺师父的名最好 这么起名就叫门灯蜜 你们这仨是迷我 这个大狐狸 他稀里糊涂的生了 这么一个大胖小 这个二狐狸 他是一咬牙 一毒气就生了 这么一个八斤八两 八千七的大闺女 老师父一见有了气 拿起了戒指去狐狸 弥陀佛佛陀咪 这佛门本是清静之地 你的生男生女的不规矩 人人爱万人迷你们全都给我跪在地 你见一见师父 我就给你们理规矩 我这说要打 我这就要打 我这说不能打 真打死你 可真要打 还打不定 为什么呀 这师父这也在月子里 他也胜利了